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先有兩個抱歉 第一我們遲了15分鐘才開始 要大家等候這麼久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第二個道歉就是 我們今天原本是會出席的 其中一位候任議員朱凱迪 候任議員因為抱讓 今天就不能夠出席 我今天充當著講開場白 我主要今天我們的記者招待會 就是想回應剛才政府幾位 特首以致局長和司長的記者招待會之後 就著橫州的發展項目 我們的初步回應 我簡單就是把我們的整體 聽完政府的記者招待會的內容之後 我給了一個框架 然後幾位現任和候任的立法會議員 會繼續補充 然後我就會有一個簡單的總結 首先第一點非常清楚 我們昨天提出的六點問題 今天政府的記者招待會 並沒有清晰回答到 至少有四條題目是完全沒有回答的 另外有兩條題目是沒有正面和全面披露相關的要求資料的 所以是不能收貨 但是有幾件事實 其實從他們的內容基本上是可以有確定 第一就是特首有就著這個項目成立了特別的工作小組由去做主席 而他們沒有解釋為什麼這個項目是需要特殊地有一個工作小組由去領導 而他們聲稱同時都有坐的另外20個小組 他們沒有交代究竟是什麼項目 也沒有說清楚為什麼這個項目要由去領導 而不是恆常用的土地供應督道委員會 第二個事實就是他們都承認了有進行過非正式的接觸摸底的工作 但是在第三次的摸底就突然間就沒有了任何的紀錄 而那一次是最重要的一次是牽涉到後來突然間由萬七個公公單位 大幅收減到四千個單位 而且由棕地發展改為陸化地的發展 但是正正是這個最決定性的摸底 竟然突然間沒有了會議紀錄 之前那些是有的這個是非常之不尋常 而在這個摸底裏面呢 他就點名是講到有後任的議員被摸 那這裏呢是有嚴重的失實 還有有謊話在裏面的 那我這個留待 等一下當事人呢 直接清晰地跟傳媒朋友交代 同時呢 政府也都沒有回應到有關傳媒昨晚披露 有關梁志祥在會上高提出 是指發展四千個公屋單位的要求 同時昨晚傳媒披露的進一步的政府內部文件裏面有講到呢 白紙黑字這樣說 是因為要避免同區的公屋的發展項目免受阻撓 所以是同意不發展棕地而改為發展陸化地 那在這個文件的內容裏面呢 是清楚顯示有交易在裏面 但是今天政府在新聞發布裏面是完全沒有提及到 昨天發布的那個文件的內容 也都沒有澄清到底是真偽 好了就是這樣呢 特首就是在發布會裏面去承認了 是最終的決策人 由萬七變四千個單位 這個決策是由去做主席領導的工作小組 由去拍板的 但是他一直堅持說有第二第三期 但是今天的發布會清楚說了 原來第二第三期 不會包括在十年建築計劃裏面 而且是遙遙無期 是沒有時間表沒有路線圖 其實等於沒有第二期第三期一樣的 今天在政府的新聞發布裏面呢 他們就想將向香辛跪低的這一種現象呢 將它扭曲成轉移視線呢 變成是中土作業的複雜 重置的問題困難 變成一些技術的問題 但是為什麼他一早就知道 有這些重置和作業的困難 這麼多年以來一直都沒有開展到 有關中土的重置作業的勘探研究 直到今天受到這個壓力 又突然間又認為需要開展呢 在裡面他們完全沒有交代 那究竟是以前其實沒有想過 會發展所謂的第二第三期 還是其實是另有內情呢 更加嚴重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竟然是透過摸底 然後改變了整個發展方案 由萬七變四千 由中土變六發地 這樣就拿那個四千六發地的發展項目呢 就拿去區議會和成規會 就聲稱已經是符合了既定的諮詢程序 但是是完全漠視了 原本萬七個單位的發展 中土先行的發展 那這種呢 其實是在瞞騙著相關的諮詢機構 就是說區議會和成規會都蒙在鼓裏 而其實是摸底才是真正規劃的決策者 而最後一點我想說呢 政府所說的先而後難 他們認為趕走非原居民 發展陸化地帶 毀家滅村就視為是容易 令鄉新的作業有賠償 這樣就視為是難 那這種理解和我們市民和議員的理解呢 是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是強烈譴責政府 是向鄉新跪低 以摸底的形式 決定了香港的規劃 誤導有關的被諮詢機構 而且內容有實實聲明 那我交給被摸底的人士作出澄清 先有一個聲明 民主黨元朗區議員 黃偉賢後有立法委議員 元朗區議員鄺俊宇 澄清聲明如下 第一 我鄺俊宇和黃偉賢 是從來沒有聽過 政府提出環州 一萬七千建屋單位的計劃 亦從來不知道 有分期建屋的計劃 鄺俊宇和黃偉賢 只是曾經在2014年6月 應房屋處的邀請 在民政事務處的一間會議室見面 當時只有房屋處的經理見面 中間還沒有高級的政府人員在場 鄺俊宇和黃偉賢強調 當時民政事務處的會議不是摸底 亦不是諮詢 有關的經理只是告訴鄺俊宇和黃偉賢 將會有一個四千公屋的計劃 因為新建的公屋 將會有一條的行人天橋 連接元朗朗平村 所以才來諮詢這兩個人的意見 會議過程中 只有一張印了打算建屋的位置 的一個地圖 當時我和黃偉賢提出質疑 和要求政府提交詳細的計劃 但當時政府沒有提交任何資料 當時我們兩個提出的問題包括 為何不收沒有民居的環州土地 第二 當時的經理回覆指 另外的土地已經有單一發展商持有 收地困難 第三 黃偉賢曾經追問 為何不收發展商的土地 有居民的地就走去收 對方就知不已對 第三 我們強調 我們和張炳良和梁振英 所說的摸底是兩碼子的事 當時的方案 是政府既定的方案 是一個臨上區議會之前的文件圖 給我們看一看 絕非諮詢和摸底 第四 我對梁振英和特區政府的首長級官員 為了開脫公眾質疑 環州建屋涉及官商鄉克思傑 竟然指鹿為馬 歪曲事實 深表憤怒 第五 我們強烈要求政府 立即公開當日的會議紀錄 同時強烈要求立法會 立即以特權法調查梁振英和相關官員 涉及在有關橫州土地和官商鄉克勾結事件 不要屈完曾俊華就來屈抗俊宇 謝謝 好 謝謝 下午安請 我很簡短的 就是橫州黑幕很明顯是黑幕來的 他今天開了記者會 在這裏辦了有透明度 好像很詳細告訴大家 時間地點人物等等 但是大家看到 今天那個記者會是完全逼出來的 本來是沒有這樣的記者會 是傳媒不停地披露 不知道多少枝牙膏 一起折到烏裏單刀之後 他被迫要出來政治化妝 剛才有一句我聽到曾俊華說 我都嚇一跳 他反問在場的記者 他說他否認他在橫州開過會 因為他當時外訪等等 他這樣是跟特首唱反調嗎 原來幾乎全香港人 當時對他的回應 那個反應 那個perception 原來是錯的 而今天下午 林鄭月娥有個午餐禮會 不是禮會 午餐會 我也都問他類同的問題 而我得到的回應的感覺 那些黑幕也是一樣的 就是現在自己自行唱好 自行唱紅 自己一起團結 那些反應 他們今天剛才這樣 幾個師長說這麼多說話 其實是鞏固了 我們香港人 一直對橫州黑幕這件事 那個官商和鄉 黑不說了 他當然是說不承認的 那個官商鄉的勾結 是超然若揭的 你作為一個特首 你怎會不停地說 中土那裏 因為有些環保回收 貨櫃場等等 就很難叫他們說搬就搬 所以不行的 但是綠化地那裏 有原居民那些搬人 是容易過搬貨 就是他的那種解釋 然後他就在那裡強詞奪理 語言藝術 自己知道不能夠以理說服人 大家看到他最後 就在那裡裝了想動之以情 什麼的粒粒皆辛苦 簡直是肉麻當有趣 他以為這樣可以 拿到香港人的信納 有理由相信 他這樣的一套表現 是適得其反的 我們認為他最起碼可以做的 就麻煩明天再開一次記照 我們有四條問題 他是未回答到的 昨天我們講的六條問題 第一條是說誰拍板 他現在懶得自己認了 說是他拍板 但是賴下去運房局 運房局再賴下去房署等等 而第四條也都有 約兩回答了 說摩底的時間 地點 人物等等 但是另外那四條 他是未回答的 我們呼籲他 就麻煩他明天再出來 再詳細 come clean 自己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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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今天特首和眾司局長出來的記招 其實是答不到問題 第一 我們昨天的六大問題 基本上是答不到 我相信很多 今天去到的記者 代表市民問的問題 中官員也答不到 唯一的 梁振英就說是 最終是由他去拍板 但是 內容裏面 和傳媒披露的一些 政府內部文件 有這麼多的出入 而整個環州的決策 由1萬7個轉做4千個 我們的特首 還可以在這裡 和公眾說 就說 大家記掛著一些劏房裡面的人 一些住在環境擠迫的人 我在這裡都呼籲 這些香港居民 我們正在排隊的30萬 正在排公屋的申請者 我都希望大家 真的要關注 如果我們的公共資源 如果我們本來 是應該很多的發展計劃 是可以建造公屋給香港居民的話 但是因為這個特首 如果他和這些 不知鄉 還有沒有客 又是商 在這裡勾結完之後 將這些公屋的計劃 大幅減少 這個這樣的做法 我們絕不能接受 而在現在這個階段 其實我們立法會可以做的 就只有是用特權法去查 用專責委員會去查這件事 如果沒有這個特權 沒有專責小組 根本就沒有辦法 令到水落石出 而現在 其實大家看到 民主派的議員 都已經是支持 用特權法去查 所以我呼籲 香港的市民 尤其是關注我們居住環境 在這裡輪候著很辛苦的市民 請跟建制派的議員談一談 請他們支持這件事 當社會有足夠的輿論 有足夠的壓力 令到立法會能夠成立這個專責委員會的話 我們有機會 令到整件事 水落石出 我們也有機會 避免將來發生這些事 我們會建立一套制度 來避免這種情況再度發生 好 我真的要講 這個我真的要講 因為大家可能有多少件事 你笑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她是沒有回答到 昨天我說錯了那條村 即是蝦米 蝦米 我知道 說錯了蝦米 她可能聽錯了 以為蝦米那麼小時候 其實不是 她叫蝦米新宣 是曾树和先生的地盤 突然間 聊一聊那時候 這個蝦米新宣 就多了一些丁地 給人發展 這個我問了她 這個很容易回答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我問了她 你有沒有見過曾树和先生 曾树和現在認了 好像見了 有沒有講過這件事 暗示明示 這個沒有回答到的 我直接跟她講 如果你這樣也回答不到 就不要開幾個招呼會了 還有一個我想講的 這個招 告訴你 是我在地鐵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人 賣招呼的人 他說 麻煩你給我送給梁振英 是這樣的 民意民情就是這樣的 我告訴你 我馬上想到什麼 就是要剝開招呼 那怎麼樣呢 這招呼 他就在那裡吃招了 然後他就扔那些招皮 在地上 就扔人家 就扔他了 這個人就是這樣的 自己吃招 就把招皮扔了 所有人 大家陪在一起死 其實梁振英的邏輯很簡單 CY假檢討 有錯不是我 他現在就是這樣 有錯啊 不過不是我 是問問題那些人 就是很離譜的 那我現在的說法就是什麼 不用這個特權及權力法調查都可以的 我麻煩他多開幾個記者招待會 接受這個記者的詢問 你們這些行家 我們給了六個問題 都問不到 你就再問到他 他夠不夠膽開多一次記者招待會 我說他不夠膽 因為說謊的 很容易穿崩的 今天撞了他 明天就不記得了 是不是那個 Task force 我監察政府這麼多年 Task force就是要特別做一件事的 如果特首坐在那個Task force 就是特首特別要做一件事 是清楚的 他要特別做一件事 他認了 他認了 那現在人家再問 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個蝦味辛酸有沒有東西 可以不回答嗎 第二 這裡全部都是新來的議員 大家記不記得一件事 那些資深的記者 當日 紅灣半島 事發 這個 余忠儀公開鞠躬道歉 現後 那一屆又是換屆選舉的 一回來 就用權力 及特權條例 查看 查看 現在又是涉嫌 和梁振英私相仇仇的新世界 現在 鄭家純 當日建制派 因為怕輸 都同意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 我想問 當日涉及的只不過是一個常秘 那個常秘叫梁振文 今天涉及的叫梁振英 是這麼多的議員都在指責他 如果當日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現在要用什麼 是不是用酷刑 當然不是啦 我們講文明的嘛 所以 我告訴那些建制派 你們做過的事是有紀錄的 如果你同意得 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去查 梁振文這個常秘 你今天一定要同意 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去查一個 涉貪和講謊的特首 是不是 我這個是 所謂現在叫資深的立法會議員 所謂啦 我記得這件事 因為我也是一個小組 我記得怎樣呢 打官司 和鄭家淳 鄭家淳 鄭家淳是怎麼說的 我是沒有 義務去服從權力及特權條例 和我們 立法會打完官司 先輸了才提交文件 你是不是財大器操 你是不是財大器操 大我們呀 有沒有錢打官司呀 各位 就是 是可忍而屬不可忍 如果有哪個建制派說 你們搞事呀 麻煩 我問你們 為什麼梁振文當年要查 為什麼梁振英不用查 都是姓梁啊 我也姓梁 查我 好 所以各位 各位 立法會是個制度 雖然我都很討厭這個制度 整天都搗亂去 但是如果講邏輯 講說維護立法會的尊嚴 麻煩你們這些建制派 做點事 你們已經做過的嘛 程度是更加輕微的 你都查了 講完 各位 我們很明顯可以見到 今次環州事件 是一個 堂而皇之的 勾結式政治的一個政治表演 你可以見到 從他怎樣去推動 整個諮詢 他是首先做了摸底 就是和一些他相信 是權力架構 或者鄉新 這些權貴的人 是做了一次諮詢 而這個諮詢 其實不單只是一個諮詢 他更加是完全這樣 跟動了他整個方案 然後拿這個爛產的方案 去給一些區議會 才去看 後面他是完全不尊重 就是區議會的民選議員 而我們都見到 其實行政長官 在他的記者招導會當中 都是沒有回答到 立法會議員 或者後任立法會議員 所提出的問題和質詢 而這件事 絕對是不尊重 所有我們民意代表 而無論是區議員 或者是立法會議員 都是民選代表 而一個民選代表 是應該有他的尊嚴 這個議會 他提出質詢 是他天經地義的事情 所以在整個政府的運作當中 我們看到 他是繞過了所有民意的機關 而是去下一個決定 而這個決定很可能 是最終的決定 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個 和權力架構勾結的一個象徵 而當中的勾結 必然是牽涉到利益交換的 即是他怎樣透過 滿足這些權貴香薪 是獲得某些政治利益 而這個不單止是政治利益 更加有可能是他個人的利益 所以我相信整件事 除了勾結之外 貪腐的問題都可能是存在 也不單止是個別事件 我也相信很可能 在其他發展事件當中 是會有相同的情況發生 甚至是 落到政府不同的政策層面當中 所以這個很依賴就是 傳媒和我們不同的 立法會機關 或者是不同議會的朋友 是繼續去發揮大家監察的功用 因為你看到整個政府 它的政治運作模式是腐朽了 並且是充滿政治利益的交換 這個層面到底牽涉到多廣 或者到多闊 當中有什麼的東西是交換了 這個不是環州事件處理了之後 我們就停下來的 我們必須繼續去關注不同事情的發展 而你也看到其實整個政府 他可以為了保障這些權貴的利益 或者自己的利益 甚至是謊話連篇 就是冤枉了曠神 甚至是 令到整個邏輯都倒轉了 就是你迫遷人有什麼可能 是會簡單得過去 做一些棕地上面 他本身就應該是不合法的一些運作 去處理這個問題 大家看回以往一些基建發展的歷史 包括蔡元村等等 都知道其實當中是一個很血淋淋 血腥的場面 需要動用到很多不同合法 或者不合法的手段 才能夠令到政府可以進行到他們 迫遷村民的行動 到底什麼叫先而後難呢 就是政府他不需要觸動到權貴的權力 不需要去跟議會交代就是叫容易呢 這個整個政府 你可以看到其實現在整個運作 是沒有了尊嚴的了 就是他連邏輯都可以搞不通 他連整個權貴都要屈服 並且是要透過傷害一些市民 村民的利益 做一些利益的交換 而他也是完全不尊重所有民意代表 所以大家 未來我們要面對這個政府的態度 不得不變得更強硬 更加是要監察他 用不同的行動 才能夠捍衛到所有民選代表他自己的尊嚴 而未來我相信這些利益交換 或者涉貪的個案只會越來越多 尤其是在近年 就是梁振英他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 而現在也是唐而王之這樣跟大家說 就是勾結鄉紳是先於市民的利益 也很遠見到就是 未來是很多狀況發生 所以就肯請所有 就是傳媒和市民 就是你身邊有什麼政府的項目進行 我們都會抱持一個很強烈懷疑的態度 然後實事求治 以小針求證 未來就是立法會 一定都會繼續履行他的職責 就是捍衛反議會的尊嚴 我們會用權力及特權法 處理整件事件 在任何質詢的環節當中 亦都會把握機會 去問回所有的數據和詳情 不好意思想問清楚 剛才你所說 在2014年6月 是英國行儲署邀請去見面 但是因為剛才 張維吾陸長就說 那次會面 在2014年3月17日 和你和王偉傑去見面 當時就說 你提出了意見 包括保育數目 和增加單車客位 想問一下 有沒有3月那件事 由頭到尾 這個所謂非正式的諮詢 所謂摸底 第一我們不覺得它叫摸底 這個叫知會我們 那個情況是 它拿著一張 將會上區議會的紙 就是大家所見到 我們應該有一個圖 就是上區議會那個圖 上面顯示很簡單不過的 就是環州現時 將會見4000個單位的一個地圖 我們是被知會 亦都不是參與 它給意見給它 因為來到就不會問我們 你們有什麼看法 所以 這個是對我們來說 是何其諷刺 亦都是令我最生氣的地方 因為 你這個是很明顯是轉移著視線 而事實上在之前 我們在過往都一直在說 我們區議會 甚至我是那個區隔離的區議員 由頭到尾都沒有聽過 萬七個計劃 如果聽過萬七單位 它是和我們討論的 就是另一馬子的事 但現在完全不是 所以我只能夠說的 就是說我們由頭到尾 真正這個所謂非正式諮詢 是一次 就在這個民政事務處的會議室出現 然後他們所謂的諮詢就是拿著 已經將會拿上區議會的4000個項 所以不是他們所說 所謂摸底 我也都不想被他們摸 意思是三個字 三個字 現在呢 因為我不是電腦 我的印象 就是在區議會 因為區議會應該是6月24日 在這個區議會前 我們只是見過一次 而當時 它已經是一個制定計劃 現在我都請我的同事幫忙 去找回行事力 這個是很容易澄清的事情 但說到底 一次的非正式諮詢 上面就是講了 4000個單位 而一來到坐下 不是跟你說 我們問你起不起 有什麼意見 會不會在附近什麼地方 而是跟你說 我們會起了 這個不是諮詢 這個是知會 我們甚至乎是 即是駕空了我們區議會 是當時 議員 其實呢 明告好像2013年都已經揭發了 即是說 也不是揭發 即是說了1萬7000個單位 會起 很多報道都報道過 沒有看過那些報道 怎知道會不知道 剛才的聲明裏面 我們都有提出你的疑問 剛才的聲明裏面 我們讀的時間 裏面都有清楚的講到 因為呢 由頭到尾 這個好像會在梁振英的 就是幻想裏面 他經常說會在環洲興建 就是1萬幾個單位 這個是社會廣泛流傳 再到我們去到議會前夕 我們收到應火處的邀請 都會提出這個單位 有一個去到4000的數字的時間 我們印象中 都是跟那個預期中的數字很不同 於是我們當然又問 咦?為什麼 又不收一些沒有民居的環洲土地呢? 因為環洲很大的 那裡也有相當的廢車場等等的事情 那時候呢 我印象中 那個房署的經理 只是知不疑對 我們現在只是手上這個計劃而已 所以呢 要還原這個真相 我鄺進去接來 一定會傾盡我的全力 欲推這個特權法 才能夠把這個真相還在陽光之下 不可以讓他這樣禮環折曲 歪曲事實 想問一下呢 阿張平良剛才就說 你當時在華會支持這個單位 當時你是不是這樣說 我從來不會說支持 又怎麼會支持呢 那個情況 就是拿著一個 將會建公屋的地圖 然後跟我們說 有一條行人天橋 將會接駁你們的選區 就叫朗平村 於是就著這個原因 我們來來知會你 問一下你們有什麼意見 如果那個問題 是我們現在將會起樓了 你知不知像我們附近起樓 我們一起規劃實圖 這些將會發生在所謂的第一二三次 即那些金森被摸底的人 的會議裡面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聽過萬七 只是看到四千單位的地圖 而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我都想問一下 時任區議會主席林志祥 為什麼有這個能力 可以指點江山 那你是不是說明天說謊 其實以往你們區議會 尤其是元朗 上一些公屋 在公屋計劃的時候 其實你知不知會有這些摸底 就是以往有沒有這樣做 還有如果這次是特別這樣做 你們是資訊區議會 你覺得這些太有做法 這些呢 他們所說的摸底 近乎是一種桌底 可以是有一種利益交易 可以是因為這樣 而將萬七大幅縮減到四千 在我的過去的經歷 我沒有試過如此 這些所謂摸底 非正式的諮詢會有的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將會有一些議程上會 先問你意見 OK的 但是記住 每次拿出來的一些議案 其實都是已經 以作決定的東西 而這一次我感覺就是 他們已經跪低了的東西 跪低了的四千單位 來問我們的意見 所謂問意見 都是知會 剛剛你問會員有什麼意見 我們即時的反應都很正常 任何地方增加人口 我們最擔心當然是交通 但是你怎麼理想這件事的責任在政府上 即你沒有表達過支持或反對 那四千個公告的問題 是不容許我支持或反對 他拿著一個預設的圖 來跟我們說 我在你選區隔離建房 這個不是容許我們支持或反對 而大家留意時序 那句話是區議會前席 看回區議會的會議記錄 你記得到 我們6月的時間 在會上大家紛紛提出的問題 即都是會見到 當時不是走來諮詢你支持或反對 而大家提出那個意見之後 就綜合了我的意見 僅次於此 你講過是不是 即是說 張炳南剛才在記者會上講的 對你的指控是實實的 這個是絕對實實 請問一下 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先試回答問大家可以幫忙補充 譬如我們見到在傳媒披露裏面 有白紙黑字的內部文件 清楚是有所謂為了避免同區的公營房屋被否決 所以接納不在棕地發展公營房屋 而改為鄉新支持的在綠化地發展 這裡已經清楚顯示是一個交易 但是今天政府的新聞會 並沒有回應有關的文件披露 所以是無助於去釐清有關官商鄉勾結的指控 我們再一次呼籲政府必須要再次回應傳媒 究竟在這件事上是真實 我想講一個概念 這個是資訊的不平衡 就是說現在梁振英的權能在哪裡呢 可以講一句不講一句 這是資訊的不平衡 你剛才問一下鄺俊宇都好像審判一樣 我看你對梁振英就沒有這樣的威嚴了 這個叫資訊的不平衡 其實是一種非常之差的東西 就是說政府拿著一些東西 是可以講可以不講 又不用說為什麼不講給你聽 有什麼重大公眾利益 或者是不是已經歸了黨是絕密 或者是機密 所以我們用權力及權條例 最重要的不是審那個人 不是叫那個人上來寧時 是他帶一些東西上來 明白嗎 就是為什麼你是局長 如果你是局長 如果你是局長 應該有那些文件 麻煩你一個桂桶拿來 是這樣 大家不要誤會了 我們是幫你們的 你們可以拿到嗎 你們拿不到的 所以我再強調一次 在今天的答覆裡面 梁振英雖然滴了兩滴鱷魚淚 但是沒有改變到他的本質 就是韌皮 韌皮很韌的 很韌皮 第二就是繼續會咬人 他今天都是不停咬人 將那個 他的責任不停推向人家 所以你現在不是很審他 現在不是轉了調 就是你有沒有講大話 當心的 不是 你先聽我說 他現在就是把那個東西 轉了等記者問你有沒有講大話 阿哥 他是不是有病阿 我理得你有沒有講大話 現在我抗進宇跟梁振英講 我沒有講大話 請梁振英回答我 究竟你現在是搞了什麼 我們也不會那麼容易中你計 因為當時那句 屈原真正或者屈抗進宇 這個真的太過分了 這樣很簡單 如果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就會查完抗進宇 如果他不信 就叫抗進宇出來問 到底你有沒有見過別人 就是查得他 所以各位傳媒 如果有人跟你講 說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去查梁振英 是權鬥 你不要相信他 只有資訊的不平衡帶來的不明朗 才可以造成權力鬥爭 是離開了人民監察的權力鬥爭 我再講一次 我希望大家可以出道 如果查梁振英都可以 為什麼不查梁振英 姚教授想請教授 政府那邊就說 其實諮詢那五個 或者摸底那五位的巨頭 其實都不是說會那麼穩的 他們都是一些有代表 或者有身份的人 你自己認不認同 那幾位已經有足夠的代表 整個過程 只是兩次五個人 你覺得不同 根本這個才是整個規劃諮詢的最危險的部分 就是說官員用自己的政治判斷 去判斷什麽人 就是已經有代表性 然後聽了就當是諮詢完畢 就把規劃方案就拍板 其實就是他們認為 具代表性的兩三個人 就可以決定香港的規劃命運了 這個是完全違反 在規劃概念裏面的參議式規劃方案的 更加荒謬的就是說 竟然是被影響 需要被迫遷的人士 竟然不包括在諮詢的人士當中 這個是完全違反規劃概念的 所以不單止不同意政府所說 他們已經是找出了代表 反而這個正正就是 香港必須要改革規劃的方案 改革規劃的條例 我們更加要改變成規會的組成 和他們這樣去挑選 人質這樣去挑選 哪些他們喜歡 或者哪些他們想跪下的權貴 作為諮詢的對象 這個將會是長遠對香港 會帶我們的城市發展 走向更加黑暗的 那些議員都想問一下 幾時會提出P&P的事情 還有會有哪位議員提出 應該要10月 寫了信給曾六成 他開臨時大會 特首叫他開才行 要10月 我想資深的議員 他們應該可以給出意見 特首先 後面先 特首先 特首先所說的就是 為甚麼他要主持 那兩個公共小組 是因為他們覺得 那兩塊地很珍貴 很少見這麼大幅 所以加上有2萬個公共公安委 他們覺得很重要 所以去做一個小組 其實你們怎麼看他這個解釋 這個解釋 你們覺得是一個合不合理的解釋 是否一個很罕有的決定 是啊 就是自商矛盾 就是我和朱凱迪 是會見兩位局長的時候 當時我們就清楚提出 為甚麼這個項目 不是根據正常的規劃諮詢 分三階段 和諮詢受影響的人事 以至公眾 當時的回覆非常清楚 因為這個項目 屬於小型的公屋發展的單位 數量屬於1萬以下的 所以當時是用這個作為辯解 這個是屬於小規模的發展 無需經過三階段的諮詢程序 從而想作為一個辯解 為甚麼可以交給房署 用摸底的形式作為諮詢 好了 時間兩天 當傳媒披露一些內部文件 就說是特首發起一個工作小組 凌駕了現有的機制 突然間這個項目就變成無限大 最重要 香港開剖以來從未至過這麼大的 這種這樣究竟哪個官員在說謊呢 究竟它是屬於小的級別 所以可以繞過公眾諮詢 還是屬於它是非常之大規模 非常重要所以需要特首 開工作小組呢 在今天的發佈會都沒有釐清的 公民專權政治 好 我不敢說觀察 我不敢說觀察 但是呢 你記得到當時 即現在這件事 其中一個主角 時任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 這個要他解話 頭三次 那些就真是叫摸底 為甚麼可以是一個人指點江山 聽幾個人的意見 就決定了整個計劃的走向 甚至他所講 說區內會有其他的 一些公屋的設施 或者一些盡情的工程 是會舒服一點 做得會容易過一點 這個是聞所未聞 是荒謬絕倫 到今天 他講話 跟這個擴縱語有關 都令到我 即是會全力以赴 即是從來未試過 有這個這麼大的決心 是可以 即是跟梁振英念過的 即是我會的 剛才提過P&T 我立刻讀 即是學 即是真的沒有可能 我要令到未來的 這些的細節 叫暴於陽光之下 我擴縱語都不是 立刻給他屈的 可以 所以你問我 在過去 有沒有這個現象 我們難以觀察 但是 我們也都不容許 在未來 有這個官商 鄉黑的優結 這裡是香港 不可以這樣 給這個現象繼續蔓延下去 我有個問題想嘗試問一下你 先問一下 先問一下 你覺得梁振英寫小說的 本領高有力度 如果梁振英 我一定趕著你 如果梁振英出書 銷量會比抗衆越高 哈哈哈哈 有四個疑點 其實是沒有第二第三期的 第一就是 如果有第二第三期 為什麼文件給區議會 城規會完全沒有提過呢 第二就是 他今天都親口承認了 不會在十年建築計劃裡面 而且是沒有時間表 沒有路線圖 記得 如果是有第二第三期的話 在我們 行常專業做這些建議書 一定會有時間表的 第三個疑點大家會看到 既然他之所以要先而後難的話 那個棕地的發展 應該馬上就開展坎探研究 但是為什麼一直 2012到現在都沒有做過事情呢 所以這些疑點 其實清楚告訴我們 其實根本就是沒有第二第三期 只不過現在揭發了 他有官商鄉 突然間就為了要平息文憤 就找個顧問報告出來說 有第二第三期 好 大家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就多謝大家 在高層的決策的過程 你覺得特首他今天答案 他支持那個決定 這個答法給你受心 在決策的流程上 第二個就是 他才的就是 他同意他實際的說法 這個說法是 跟他辭職的成名 是否立刻轉態 最好問回當事人 這個要問回當事人 但是你問過收不收貨 就絕對不收貨了 因為根本他連 他就這樣說 認是自己做的決定 但是你為什麼做這個決定 你基於什麼的資訊和原因做這個決定 從政府的經濟來說 特首只可以給他指導 他接著就不理 其實你讀過官制 就是不可以 一個人不可以 什麼都不可以 根本 是 最後 剛才特首其實有講過 他們在 他們在諮詢的時候 他們講過透明的諮詢 是一個在城規 在訪宴的 但是 問回去 其實那些村 村了 其實知道了 你們是怎麼看 這個所謂的透明的諮詢 不透明 那個4000個單位 就是已經摸完底 改了整個發展的方向 4000個單位的建議 是有跟法定程序的 但是現在我們所講的 並不是講你4000個單位的發展方案 你是17000個方案 轉4000這個轉折 是沒有經過任何的觀眾諮詢 所以我們再三強調 今天的政府新聞發佈會 是一次轉移視線 誤導市民 和說謊 抹黑其他的議員 他就是想轉移視線 因為想令到市民 沒有這種規劃的常識 他就把那4000個單位的發展方案 就說跟了法定程序 有諮詢 有刊憲 但是那個不是現在官商鄉勾結的問題 是在17000轉4000摸底文化 改變香港規劃 裏面沒有諮詢 希望大家傳媒朋友 可以釐清這兩次的分別 好嗎 最簡單 因為其實同事一直幫我做 一些資料搜集 最簡單就是 在2014年年中 曾經有報章報道過 就問過意見 應該是明報的 就說17000個單位 就大幅縮減 成為現在4000個單位 於是乎就問過我意見 當時 原來看那個訪問 前一段是一個背景資料 就是梁振英 在之前事前報告 曾經預告過 還周會有1萬多個單位 但是最後只剩下4000多個單位 於是乎 當時我意見都是一樣 其實任何地方加民居 交通真的重要 正常道理就是問 交通如何疏度 最好做好交通 所以我看回過去的所有紀錄 看來應該都滴水不漏了 所以我現在就在等對方的 對家的回應了 謝謝 對家是誰 梁振英 謝謝 拜拜